第二百五十三册文集有一个那个虚空来的访客 其中有一篇呢是偷供养的地居鬼 您说有一栋房子卖不出去 是因为附近的地居鬼呢会跑来跟屋主抢食 对就是跟那个地基主抢那个供品 对然后呢他怕房子卖掉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得到屋主的供养 从这个故事来看是不是我们 如果没有拜地基主的话反而不会横生枝节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拜就是要如何结界这些供品 避免造成大家的困扰 另外一届也很困扰 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有 好像有一个有一个人家他很相信地基主 地基主就是你这个房子的主人 房子的主人 那房子的主人大部分来讲是属于无形的 那他经常拜他 很恭敬的拜他 那他都有来 都有来 也等于是有来保护你的家人 都有保护 那你要求他什么 他有时候他能力能够做到的 他也能够帮你 这是无形的 帮助有形 是这样子的 那两个人关系是已经很亲密 跟家里的关系很好 但是他突然之间想到要搬家 那地基主呢 他就想说 那你搬啊 如果你房子卖了 这个人根本不拜地基主 那么他就影响到他了 他觉得很难过 他就故意让你这个房子卖不出去 你是这个问题吧 就是这个问题 那这样子好了 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求你的 上师 本尊 跟父法 来解决这件事情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买了一栋新房子 那我就直接就不拜地基主 地基主这样子可以吗 有的人不拜地基主 但是地基主也会拥护你 我告诉你 我们密教的修行 跟一般的事绝对是不一样 有的人认真到喝一口水都要供养 那我们三餐在家里吃饭 吃东西 每要吃东西都要先供养 你在这供养当中啊 是包含了你的地基主的 虽然你自己本身 我没有拜地基主 我根本不拜了 但是你在做供养当中 有一份是地基主的 如果你是平常在家就有修法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说 那供养地基主 我在修法的时候就直接供养地基主了 我可以不用 但是呢不是说 我今天好像 我都不用拜地基主了 然后我就是报名法会 让别人帮我超度这样就好了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恭敬心就不够 就不是这个状况 那也是希望说 除了报名法会之外 你自己平常供养 然后平常要修法回向给地基主 师尊这样子是对的吗 对好 谢谢干师尊